没有后悔药可以买的吗 如果有后悔药可以买 我用的生命把它买回来 我也不会再去干这种事情 作为人的同情来说 我这个人更感性一些 所以作为人的同情来说 我愿意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哪怕他说的是假的 我们无法取证到底是真是假 但是呢 我作为人就得饶人出且饶人 咱们愿意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忏悔的话 所以就想了很多办法 找了很多人去请托 找了主席的领导 能够帮我来说好话 能够推荐我 之前呢 有交集的时候 反正每一次如果是我有求于他 他都是很随意的就答应了 没有过什么这些不开心的点 但是呢 在这个其他人的眼中 可能铁哥是一个比较 就是不太合群啊 或者感觉 但是对于我而言 我真的没有那种感受 铁哥出这件事 说实话 我真的没想到 踢甲球 我认为至少要有四五个人在场上 大家都知道才能干这事 就像当年辽工队赵本身赵老师 当年怀疑我打甲球的时候一样 他觉得我可能也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就一句话问他 我说咱们这个球队一个人 想踢这甲球 你觉得能成立吗 说实话 杨克维奇的这个 鸡栈柱层面的东西 我看过他的几场比赛 我认为不是很好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 同时呢 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抓一支球队的防守 都没有抓得很好 所以说他应该属于二流半 这么一个感觉 在我的这个认知当中 但是这场比赛打完 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准三流的球队 我这里提醒大家 我们未来五到八年 没准下一届世界杯冲击的路上 我们遇到的那只国足 我们当时的那只国足 要比现在的这只国足还要再差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下期再见